那时候玛丽亚站在坟墓外边哭涕 她哭的时候浮身往坟墓里面观看 看见两位穿白衣的天使 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 一位在头部 一位在脚部 天使对她说 女人 你为什么哭 她回答说 有人把我的主班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她放在哪里了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 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她就是耶稣 耶稣对她说 女人 你为什么哭 你找谁 她以为是圆钉 就说 先生 若是你把她搬走了 请告诉我 你把她放在哪里 我好去娶回来 耶稣对她说 玛丽亚 她转过身来 用希伯来话对她说 拉布尼 就是老师的意思 耶稣对她说 你别拉住我 因为我还没有 升到父那里去 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 我要升到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去 升到我的天主 也是你们的天主那里去 玛丽亚 玛丽亚 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看见了主 也报告了耶稣对她说的话 基督的福音 基督 基督 我们赞认你 今天我们读的福音是 玛丽亚 到坟墓那里去找耶稣 这个玛丽亚不是耶稣的母亲 玛丽亚 是耶稣治好过的一位 富过邪魔的人 他身上有过好几个魔鬼 耶稣赶走了他 他后来就跟随了耶稣 给耶稣洗衣服 给他们做饭 给他们采购 耶稣和一匹宗徒走到哪里去 也需要有一些人帮忙 其实从教会一开始 耶稣那时候就常常有妇女 为耶稣服务 一直到今天 虽然男的做神父 好像是教会的顶梁柱 直到今天 已经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尽管有很多人不太满意 希望女的也去做神父 男女平等吗 但是教宗圣若王保罗二世 已经把这个问题给封闭了 因为耶稣拣选的 只是男生去做神父 没有女生 所以呢 直到今天保持这个惯例 不会改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男的更能服务于教会 女的就不行 有好多的时候 论能力 论聪明 智慧 处事方式 有好多女的 比男的更优秀 所以人的尊与平等 并不在于都做同样的工作 分工不一样 使命 职务 有所不同 但是 起的作用 那真是不是可以用性别来比较的 今天的德雷萨 修女 在印度 那整天这一辈子 照顾穷人 她所做的事业 在今天有几个难的能比 圣女小德兰 对耶稣的爱 对教会的爱 每天热忱的奉献 有几个难的能比 为什么我讲到他们 因为今天出现了这样一位妇女 叫玛利亚玛达琳娜 开始是一个病人 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是一个附魔的人 被耶稣治好以后 她义无反顾 改变了她的一生 开始跟随耶稣 原来她的生活不怎么样 不正常 大家笑话她 说她是个罪人 是个疯疯癫癫癫的人 可是后来不一样 完全翻转了过来 是的 看这位圣夫的生活 让我们每个人充满希望 你不好 你比玛达琳娜更差吗 你说你不正常 你比她还不正常吗 她身上有七个魔鬼 你那有多少 所以只要我们遇到耶稣 我们就能翻转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能改变 耶稣有能力改变我们每个人 后来她遇到了耶稣 跟随耶稣为她服务 以后死了 今天我们读的福音是 她去找 因为她爱耶稣 别人看看就走了 她坐下不走 哎呀我可怜的老师 连尸体都没了 我要想想办法 你们谁把她搬走了 我去弄回来 你想想 你一个瘦弱的女子 你怎么能够背一个男人 我把她弄回来 但是她的心在这儿 她的勇气 力量都在这儿 不要命 也要爱这个老师 结果耶稣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她竟然没有认出来 耶稣说 玛利亚 耶稣叫她的名字 啊 这时候她认出来了 拉布尼 师父 抱住耶稣就不放了 我可算看见你了 为什么耶稣叫她的名字 她就认出来了呢 这是我们每个人之间 给耶稣的一个秘密 耶稣说 天主说 我把你们的名字 刻在我的手掌上 我们每个人在天主眼中 是独一无二的 他看着我们 他呼唤着我们的名字 我们每个人心里 有一份跟天主约会的情节 这个帮我们想到天主 帮我们认出他来 最后 福音上说 玛利亚 玛达雷纳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看见了主 报告了耶稣对她说的话 以后就是这位父女 大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 一个绰号 叫宗徒们的宗徒 她给宗徒们传教 宗徒们给别人传 她先给宗徒们传 宗徒们在失望当中 在怀疑不信当中 这位父女说 我看见了主 她真的复活了 我们老师就在这儿 你们不要怕了 行吗 宗徒们慢慢抬起头来 哦真的呀 真的 我见了她 原来我也不信 我在悲伤 我在痛哭 可是她来了 她爱我们 宗徒们慢慢 因着她的话相信了 多大的一个转变 后来她的一生 就只是在讲耶稣 弟兄姐妹们 看到这样一位罪人 到宗徒的转变 我们每个人 亲爱的主真的爱我们 她愿意让我们 遇到她以后 我们也转而成为宗徒 开始把你 跟耶稣的相遇的故事 把你的耶稣 带给别人 耶稣改变了你 有多少人需要改变 但是需要我们 去告诉他们 这就是需要去作证 让我们在这第二天 复活八日清旗的第二天 看了这样一位好榜样 我们也愿意 成为主 复活的证人 去敬言她 去传报她 阿们 阿们 在这一位好榜样 我应该让你 在这一位好榜样 在这一位好榜样 你需要去作证人